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星期的一周回顾 我是饶一鸣 中国媒体公布三中全会决定 包括废除劳教 停止双规做法 允许单独二胎以及强化市场机制等多项改革措施 新疆巴楚县瑟利布亚镇 发生维族人袭击派出所事件 造成至少11人死亡 浙江诸记商户聚集市政府抗议 摊位涨价 与警方发生冲突 广东东莞诺基亚公司员工罢工维权 遭到警方镇压 河南贺碧市派人到北京解访 访民拱进军反抗 导致保安一死一伤 三中全会期间 上海访民隐护生被抢制旅游 途中离奇死亡 中国当局加大网络控制力度 公共知识分子张立凡 张明 张千凡等人的微博博客被封杀 甘肃天水市张家川县中学生杨辉 因发帖被刑拘后被释放 又遭到学校退学 河南郑州南乐县三次教会主席 兼基督教协会会长张绍杰牧师 被当局抓捕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委托律师提起申诉 要求推翻对刘晓波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的裁决 安徽富阳三唐镇 江西南城县天井元乡 杭州西湖区三敦镇 桂林七星区保驾山村 广西龙盛县伟江乡 因土地纠纷爆发大规模景临冲突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的一周回顾 我是饶一鸣谢谢收看再见